空中飄的 还有树上挂的白色气球 都是北韩送给南韩的大礼 北韩朝着南韩方向 发射了上百颗便便气球 这些气球里装着各式各样的 垃圾和排泄物 甚至连接计时器和引爆装置 让南韩民众忍心惶惶 南韩军方怒斥 北韩的行为低级 但是北韩公主金鱼正反呆 她们只是以牙还牙 因为南韩不时会有民间团体 向北韩施放 夹带传单和寒流音乐的正宣气球 北韩也要让南韩人知道 空飘垃圾有多恼人 投放完气球 北韩更罕见大规模发射飛弹 数十枚短程弹道飞弹 同时朝着日本海方向发射 北韩官媒在五月底释出这段演习影片 配上气势磅礴的音乐 大秀军事实力的同时 也在向南韩寄出警告 影片里也可以看到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坐镇督导演习的身影 金正恩在镜头前笑开怀 显然对北韩军舞表现非常满意 而在民间商店里 也能感受到这份自豪感 货架上陈列着洲际弹道飞弹 火星17型的造型烟火 甚至儿童游戏区的布景 也和这款弹道飞弹相关 北韩人的生活环境里 值得关注的景象变化 还有这个 从建筑外墙到教室里 金正恩的肖像 和两位前领导人一起并列 外界分析这象征着 金正恩准备好 要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除了随处可见的肖像照 北韩官媒还为金正恩打造 超洗脑的形象曲 轻快的音乐节奏 还有音乐录影代理 民众开心的笑容和肢体舞动 再再营造出北韩在金正恩领导下 一片欣欣向荣的氛围 影片里还不时穿插 金正恩受民众拥戴 或是他亲切和人民互动的片段 每个镜头都是经过刻意打造 意图强化金正恩在北韩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这首形象曲不止在大内宣上发挥作用 洗脑的音乐旋律更在多个社群平台上爆红 歌词内容不断吹捧金正恩 这可踩到了南韩政府的红线 为了唯独北韩这首统战曲 南韩通讯委员会在五月下令全面进播 随着南北韩间的敌意升温 未来类似的过招只会越加频繁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